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科师傅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养生好料理 刚刚讲心血管疾病 其实这个跟心血管的照顾很有关系 那师傅今天要分享的是咖喱鱼块 今天要用咖喱来烧鱼 对 我们先把这个锅子先放一点油 那我今天用的鱼是鲁鱼 我今天用的鱼是鲁鱼 而且我们用咖喱腌制了 所以给镜头拍一下 这个鱼块有咖喱粉腌制 还有呢 盐 胡椒粉 米酒 咖喱粉 然后一点点薄薄的面粉 就这样就好了 那腌制时间大概30分钟这样都可以 然后我们就放在锅上先煎一下 好 今天是简单的鲁鱼片 不同鱼类都可以做这个料理 那就是鱼片鱼块 盐 胡椒 米酒跟咖喱粉就可以腌制了 那那个粉的一点点的粉质 全都咖喱粉吗 还是米浆太白粉 面粉 面粉 低筋面粉 所以待会煎了它 它会有薄薄的外层的很淡的面衣 对 没有错 让它鱼肉比较容易定型 没有错 没有错 而且这个咖喱进去了 第一个就是说 你的鱼的腥味就会降低了 然后那个鲜味会增加 而且咖喱的香料也抗发炎也非常好 没错 没错 好 我们先把这个鱼先放进来煎 就是两面先稍微煎一下 另外这边 另外这边我们先用一点点葱花先爆香 好 然后一点点葱花先爆香 然后先炒 先炒我们的番茄 好 这个是大颗的番茄 对 然后把它切块 然后今天搭配的食材还有香菇切块 还有当令的丝瓜也让它切大块 对 所以今天的水分 这个丝瓜跟番茄都会贡献很多鲜甜的水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丝瓜放进来稍微炒一下 我今天准备了一些就是干贝 就是猪贝 猪贝 猪贝通常也要先泡对不对 就是冷水泡一下就好了 大概20分钟就行了 然后再把香菇放进来 香菇切块 香菇放进来稍微拌一下 然后加一点水 好 我们加一点水去焖它 然后焖煮它 对对对 加一点水去焖它 我们很放松的科师傅料理都做好了 对对对对 其实这道菜很快 尤其很适合夏天的一个菜 你看这些东西都是容易熟的 所以水不用加太多 不用不用 因为丝瓜跟番茄都会出水出来 然后我们先调味 对我们先调味我们就放一点盐 好灼亮的盐 对我们放一点盐进来 这个季节 丝瓜盛产 我没有想到丝瓜可以跟咖喱一搭 可以而且非常好吃 观众朋友可以复制 然后一锅里头你会有全营养全食物 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然后稍微调味好以后 我们先把就是这个淡酥 淡酥 对淡酥我们把它放进来 对淡酥把它放进来 稍微拌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这个煎好的这个鱼 放进来稍微跟它喂一下 一般的观众朋友 下次煎鱼一块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对没有错 就是你会有咖喱香 你就算是干煎鱼 就非常好吃 对它的那个咖喱香还是非常诱人的 因为夏天有的时候刺激食欲 然后真的本摄影棚的鱼腥味 大幅的降低 然后稍微让它滚一下以后 被你这样玩过示范过 真的明天咖喱粉会热骂你 真的 然后我们放上葱花 然后撒上一点芝麻香油 这样就可以 好那我们就来试吃 没想到咖喱粉 因为鱼其实很好吃 而且它有淡淡的咖喱的香味 然后鱼又没有腥味 而且你知道咖喱里面的姜黄可以抗发炎 我们骨科医师每次在讲说 抗发炎抗发炎 什么东西保护你的关节 你的肌腱带 抗发炎 姜黄类这个就非常的好 尤其是颅鱼 对于那种伤口的愈合 你身体有在发炎有伤口 吃这种鱼类又特别的好 所以我觉得这一道料理真的太赞了 大家一讲说女性容易生的疾病 大概一定就会 通常大概八九步 其实会想到骨质疏松 我之前遇过是一个 大概是五十几岁的大姐 她带了她爸爸来看病 她爸爸大概七十几岁 快要八十岁